大家好,我是刘姐 昨天的视频啊 有一点失控了 确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之前我在国内用的那个微信啊 那个群里还有 就是管理我们的上级部门 他们有什么政策调整啊 或者是有什么会议啊 他会通知群 就是一个酒店负责人的群 因为我们以前经常去开会嘛 所以呢就是 经常这个酒店行业也会更换 领班啊经理啊 所以后来他们专门组建了一个负责人的群 我当时是很久没有看到那个微信了 因为我不太愿意去看的原因就是 真的会有很多伤心的事情一样 后来我打开看的时候就在群里的通知啊 也是关于这些政策的调整啊 核酸这些啊 不用就是什么样的客人可以入住啊 这一类的 我后来就跟 私下里跟 就是管理我们的领导啊 说了我说 这个店我已经 很久没有开了 我说我忘了退群了 他后来就说 哦 他说没事 因为正常他们有通知我会 要回复收到 所以这么久我也没回复过 他也没有怪我 因为毕竟十几年的店了 后来我跟他讲了 他说那你现在 我说我现在在打工 这个领导当时就说我了 他说就是说你太太笨了 他说你如果当时发现了疫情 你 你的酒店是我第一个考虑做隔离酒店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不是太多 而且你那边呢 就是比较好管理 但是你拒绝了 你看你要是做隔离酒店 这三年别人破产了 你就发财了 哎呀 虽然说这个话 是这样说 假如说 当然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希望重来了 我真的不后悔 我觉得虽然说我现在是很落魄 但是我 我问心无愧了 就是如果是我当时的宾馆 给政府做隔离酒店 那我是一二楼 别人另外几层楼 做孩子的补习室 那他就要破产 所以说人生啊 就是这样 我在想 老天爷就是考验人 你看这个如果不是疫情啊 我肯定也不会出国 也不会来到 这个遥远的国度 新加坡 也不会接受一些朋友 对吧 所以事情已经发生了 其实我流泪呢 也是 领导的那一番话 让我一下子 就想起了 这一年以来经历的 很多事情 有一些我是可以跟视频 跟大家分享 有一些我就没有分享 因为刚开始我也是 毫无保留的分享 但是还是有一些好心的 本地的朋友提醒我 他说让我最好 就是工作的事情 尽量不要在视频里去讲 他说这样不太好 而且还有关于我 穿工作服录视频啊 他们也是不介意 他说因为 新加坡很小 看你视频的人呢 也是很多 他说其实你是下班时间录的 但是别人如果打你的小报告 说你是上班时间录的 你有嘴说不清的 所以说大家看到我的视频 我是没有穿工作服去录视频嘛 也很少去讲单位里的事了 我是在想啊 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吧 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考验 希望自己也能吸取教训 以后呢也会少走很多弯路吧 都不容易 人生重新开始 慢慢地走吧